天气一变冷,我就喜欢给家人煲汤喝,不仅营养美味,而且简单方便,煲一锅可以吃一整天 锅内放少许油,煲香姜片,鸡肉洗干净下锅炒,煲汤我喜欢用老母鸡 而且新鲜的老母鸡不要焯水,放锅里炒香再煲汤特别鲜 炒到鸡肉开始冒油,加满目过食材的开水 转入刷锅,扣盖小火焖煮一小时,加板栗,再焖20分钟 加虫草花和红枣继续煮10分钟,出锅加盐和胡椒粉调味,塞一把枸杞营养又滋补 我家孩子因为这碗汤干了三碗饭